請問照片 好 需要親吻照片 好 左邊 親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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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親一下 好 親了 嘴巴不能動 然後開始移動身體 移動身體緩緩的 360度保留 我們發現半結婚 比半演唱會的壓力還要大 對 那是因為辦婚禮然後瘦了太多 對 其實一開始初期是 開始控制 然後這一個禮拜其實 我昨天就掉一公斤耶 嗯嗯 對 就整個壓力很大 然後因為又沒有休息 沒有睡覺 然後也沒有時間吃東西 其實我們本來就是以為婚禮是小case 那最主要是因為 我們在國外的家人 都可以全部回來 所以這對我來說 就是我起心動念也覺得 既然我們20年沒有在台灣團圓 因為之前就是在國外 可能單獨會見面 那就覺得 哇 如果能夠在台灣 然後所有的家人齊聚一堂 那這個婚禮就非常有意義 那我老公其實他是一直很想要 有他自己的一個婚禮 對 所以 所以種種原因加起來 我們就覺得 我們在三個月才決定要辦 我們二月才決定要辦 二月底 三月初才定了場地 然後婚紗是這兩個禮拜才開始試 因為我們工作都非常忙 所以這一個月真的是好像打仗一樣 今天是我有生以來覺得腎上腺素 全部衝到最頂 我覺得人生真的還是要有一個婚禮 嗯 也只能有一個 哈哈哈哈 比較困難的地方 我們把這件事情當成 人生唯一一次會做的時候 那個決定超級難做 因為像我們平常訂裝 都是半小時以內就完成了 但是我這次試了五間的婚紗店 而且還有兩間又去了兩次 一間去三次 所以我跑了八次的婚紗店 然後最後才挑到我的婚紗 然後也是不同店的組合 然後每一個婚禮小物 然後還有花束 然後音樂的選擇 我們都絞盡腦汁 那困難點就是還有 我的父母親 因為他們飛機的關係 前天的晚上才到台灣 所以我們就要在一天之內 幫他們安排 他們要穿什麼鞋子才拍 然後妝髮 這個也是很難得的經驗 今天的表演不少對不對 對今天 今天因為我們本來就是做音樂 娛樂產業的 所以當然音樂演出是一定會有的 但是比較難得的是我集結了 有點透露年紀 就是大概十八二十年前 我大學時期的政大啦啦隊的隊友們 然後還有國手 啦啦隊的國手 對他們都是很強的人 然後為了這個婚禮 然後練了表演 然後這個過程 然後也有 因為我們的場地很匆忙 所以也有見血 然後我自己也有一點拉傷 因為真的是太久沒有做了 十幾年沒有做 對然後又要飛來飛去 其實心裡壓力蠻大的 可是又覺得 我其實自己演唱會 我不會想這樣子搞 可是婚禮就會覺得 哇因為拉啦隊 是我大學時期 超級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都沒有在讀書 我全部都在玩拉啦隊 我每天都在操場 劈腿 然後翻騰 對所以覺得 那是我人生很重要的一塊 那什麼時候會有那種雙喜靈門的好消息 要跟我們分享 看被拋起來 我們其實本來去年 預計說是今年 對 那因為其實也是因為 真的工作的關係 所以我們現在在此宣布 預計明年 不拚龍寶寶了這樣 現在怎麼拚 五下已經五月了 我們已經忙到一個月都沒計畫了 老公是不是有要寫歌送給你 對 那首歌有點小尷尬的 其實是因為 我跟夢夢還沒有在一起的時候 因為她是我的吉他的學生 對那那個時候就是 有跟她在聊天 然後我就說 來給你聽我前女兒的 我寫給她的歌 那其實說老實話那首歌也只有兩句 那我就唱了一下下 好 然後後來呢 我們就在一起了 對 那所以她就會 她就會跟我 會跟我講說 欸那 那我的歌咧 對 然後我記得我當時就說 那等到我們辦婚禮的時候 我再寫 啊不行啦 不行 因為等一下才能聽耶 好 好 我唱兩句 我們是青菜夫妻 我們一點也不青菜 好 這兩句就好 心意蠻好的 這個歌詞我回去再修一下 我覺得很有創意 好很有創意 因為我們是青菜夫妻 就是有一個青字跟菜 然後之後我們也會用這個CP去出歌曲 對然後因為她是製作人跟編曲 然後我是詞曲 請問她提醒她們要趕快做人的好消息 做人 當然 因為我覺得結婚 假如方便的話 當然是越早生越好 因為 通常父母親都會希望早一點抱到孫子 那其實拖到老年生子 其實會有一般 像我自己本身是到三四幾歲才結婚生子 所以 越來越沒力了 趁年輕的時候趕快生 要多生幾個吧 因為基督徒都覺得生養眾多 多生一點是好的 那我們要給他們一個目標 比如說最少的 一大 一大 一大是半大 半大六個 六個就已經補出了 這個最近已經有上節目 然後又再提到那個退團 娛樂館的那種白癡 啊啊啊啊 其實那個是開玩笑的 因為我們剛好就拉我跟艾龍 然後我們都是樂天的嘛 然後就開玩笑 他們就說啦啦隊PK啊 所以我就 開玩笑說 說不定我就快要不是啦啦隊了 這樣 就是用這個 好笑的方式帶過這樣 最近這個消息傳出來 然後 好像籃籃啊 他們有沒有回信 欸有 因為隔天好像 隔兩天好像就路衝衝衝 然後他們就說 啊你怎麼那個新聞很多啊 然後說是官宣 然後我說沒有沒有 因為當天其實是在講說 我本來覺得十年 是一個就是一個里程碑 但有的時候就是 如果今年提早的話 好像也可以 就是我也不是說 官宣說 今年就沒了 只是覺得人生的規劃 應該會有一個轉類點這樣 嗯 對 那他有流膩嗎 他 沒有欸 開玩笑的啦 他們就是那時候 因為我也沒有說 喔我就是要走了 所以他們可能也沒有覺得說 喔我講的是 真的是事 啊我也沒有說我真的要走 我就是還在想這樣 對對對 對啊